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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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每个礼拜立法会大会议程的内务委员会 自从去年10月复会 其实到现在都仍然未选出主席 昨日港澳办就发布 就立法会乱象答记者问的文章 里面记者的问题就点名指 主持内会选主席的郭荣康故意拖延 港澳办发言人的答复就是说 反对派议员为了谋取政治私利 以卑劣手法瘫痪立法会 令人质疑有违宣誓的誓言 构成公职人员行为失当 予以强烈的谴责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 中联办亦都发稿 说有少数反对派议员 只破坏不建设行为是政治揽炒 恶意拉布 涉毒立法会职议员的职责 被批评的郭荣康就回应说 有关的指控是高调合国干预香港事务 违反基本法和一国两制 又说公职人员行为失当 是严重的刑事指控 要有清楚的证据 两篇的文章 罕有这样具体评论 立法会选主席的技术问题 甚至提到 构成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的司法层面 民建联的周浩鼎 随即在社交网站发文 提到法庭可以按释法处理 取消郭荣康的议员资格 立法会主席梁君彦 今天就出来见记者 说中联办和港澳办发表评论 做法可以理解 至于郭荣康有没有续职 立法会说有机制处理 而大律师公会 今天下午也发表声明 表示《基本法》第22条写明 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 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 根据《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 声明说港澳办、中联办的评论 会被视为违反《基本法》所保障的 一国两制原则 不过特首就说港澳办和中联办 都并非干预 立法会的内务委员会 因为部分的议员 当然包括郭荣康作为主持人 也有其他议员的配合 是一直阻撓 令到内务委员会 未能选出政府主席 从而未能正常运作 因而产生的严重后果 是铁证如山 不容抵赖 眼见香港在施政 在发展经济 在改善民生方面 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 受到一个接近癱瘓的 立法会的内务委员会的阻碍 他们去表一个态 发一个声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理所当然 否则 这两个机关 又怎能够确保一国两制 在香港可以贯彻落实 去年逃犯条例修订法案委员会 主持涂謹申和石禮謙 闹上爆 港澳办又或者中联办 也都没有作出这么严厉的指控 来近9月就是立法会选举 泛民力增过半数议席 民主党主席胡志偉就担心 港澳办和中联办今次发出信息 是为DQ议员多加一个理由 议会除了是政治角力长 亦都是议政的地方 但近年就出现黎章摔割 甚至出现人身攻击 高质素的论证并非必然 在立场行先的环境下 二里复仁就变得更加难能可贵 今集《时点三十一》 就新設《时点雷台》 邀请不同背景人士同场交锋 希望真理绝变绝明 《时点雷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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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人都可以以评 意见领袖 過去有个说法 辩论有启迪文字的作用 今时今日 社会撕裂 闭里分明 立场先行 可以怎么打破 appropriate 苷恩层 使对立的双方直接交锋 理性表达 使真理越辨越明 Now's the next thing 除了會有擂台嘉賓、有大家觀戰之外 亦會有評判團坐陣 我覺得今天好看 有一句名言 在一個極權社會 你對一件小事有意見 已經是革命或暴亂的行為 上庭,我們很注重禮儀 明明很討厭他,也叫做Learned a Friend 令大家聚取了辯論的焦點 而不是針對人 議會是否這樣? 議會當然不是 你們開始搞成這樣 有關我的事,給你喝 給你喝 給你喝 視點擂台第一場參賽者,有黃之鋒 其實我沒有參與那邊 你今天有沒有信心? 希望我串你幾苦,這句很寒 不少人第一次認識黃之鋒 是透過網上一段影片 當時14歲的黃之鋒 接受訪問講反國家 令人留意到這個初中生的變才 後來在不同的示威和社會運動中 都會看到他經常拿著咪高峰 近這幾年,他說話說到世界各地 對,這幾乎是對的,這幾乎是最大的壓力 我覺得最大壓力是評判民的問題 對,最不怕謝偉俊,這個很爭議 我上次跟林林去交手 也應該是唯一一次在土耳其的電視台 因為他在建制陣營裡 特別是少數講英文 還有會在國際媒體上比較多曝光的政治人物 雖然他區議會選他,我知道他輸了 這次擂台另一位參賽者就是林林 沒什麼策略?有一句話說一句 我想我的風格一向都是這樣 我想我很清晰自己的立場 也很明白為何我會這樣思考 林林做過百年區議員 在澳洲讀過書 除了說話會夾閘英文之外 在建制派年輕一代中 比較開放講自己的意見 也會接受不同媒體的訪問 跟黃之鋒一樣,他一樣說話說到外國 上個月就去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上發言 香港人都是算是串嘴那些人 香港人有時太執著 看到外國的投票員 他當時說笑話,香港就會覺得有搞錯 太執著了,我想如果多些 這方面的節目其實是好的 有信心贏嗎? 我想贏和輸不是太重要 我剛才也輸了選舉,對吧? 雷台以摘公子方式 決定發言先後次序 根據結果,黃之鋒會先發言 事不宜遲,看看今天的辯題是甚麼 香港人究竟有多幸福呢? 我們連續24年 被選為全世界最自由經濟體 我們有遊行集會的自由 特首說去年遊行集會的數目是1997年的10倍 有最基本的房屋、醫療保障 老人家乘車,兩元就可以走遍船港 又有出入境自由和言論自由 回歸22年多以來 整體上,沒有人會不同意 香港是保持了穩定 不過我們的社會似乎不是那麼穩定 去年,香港人的快樂指數 是在第76 在全世界排中間 香港的樓價、生活指數 都是全球數一、數二那麼高 政治權利、表達自由也出現爭議 政府好像聽不到一些香港人說話 雙普選訴求重複又重複 貧富懸殊,見來是數偏高 撲完口罩又要撲米 撲廁紙,之後繼續撲口罩 香港人,你覺得自己幸福嗎? 還是我們身在福中不知福? 各位香港人,大家好 每個香港人都有權去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香港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幸福是建基於民主、自由、人權、法治 而我們正正意識到 由香港主權移交二十多年以來 其實我們的一國兩制是不斷受到侵害 人權是非常嚴重地受到打壓 而正正是因為這樣 如果有人說是否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的答案是 我絕對不同意 我們真正的現況是不在福中更知福 正正是因為香港在這二十多年來 我們意識到整個人權狀況不斷受到打壓 我們的法治不斷受到摧毀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更加是不在福中 才會更加知道幸福的重要 是努力去爭取 過去大半年來 香港人前仆後繼 投入抗爭 爭取民主 為的就是希望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幸福 自己去決定自己的未來 我相信每一個香港人 都是有權去決定自己的幸福 大家好,我是林林 大家看到我是建制派 可能會覺得 大家一定是大中華膠地說話 說你們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香港這麼好,爺爺對你這麼好 是嗎? 其實我今天想說抱歉 我真的覺得我們現在已經不再幸福了 我們在香港現在處於這個情況就是 如果我不妥理,我可以隨時打你 如果我覺得你跟我爭吵 我覺得你煩,可以放火燒你 如果我宣布了 我現在是不妥理你這群人 我對你做甚麼都行 我現在在香港這樣的情況 如果你在一個家裡 有一個家人長期對你惡言相向 長期對你語言暴力 身體暴力 你覺得你這麼幸福嗎? 我想說現在我們已經完全不知道福氣是甚麼 我們現在在香港 天天對著這種情況 怎樣可以繼續下去呢 我們真的要想清楚 我們是否要繼續這樣做 剛才林林提到 其實香港人不幸福的原因就是 出現很多打人、燒人或意見不合 就會出現衝突的狀況 但其實我覺得在整個過程中 完全忽略一點 就是完全沒有提到整個政權 或者香港政府沒有受到權力的制衡 也完全是… 即是你覺得香港政府沒有權力制衡 你就可以隨時燒人 隨時可以打人 其實問題所在就是… 我想說這兩件事 完全是香港… 完全是… 問題在於就是… 我們看到頂岡的雙重標準 當你看到政府做得不好 你是否立即… 我是有理由 林林是一個不會讓你多發現 五秒的對手 做一個電視的辯論或論壇 最重要是讓觀眾聽到自己的觀點 如果他在瘋狂踏聲的狀態 其實連他的受眾或支持者 都不知道他在說甚麼 我們看到的數據很簡單 這個例子是事實 由去年六月到現在 比你們說是有些人的 是假製的一些事 比拘捕 起訴的… 為甚麼被拘捕?因為你犯法 現在我們看到無差別的拘捕 包括… 無差別的拘捕 你無差別地打人 無差別地虐待別人 無差別在街上 有多少人在街上 被人打穿頭 不如我們去到現在… 多少人就算打穿頭 不敢去報警 我們也生不少這些機事 我們在論壇 父母就不是回應 儘量大家互相交流 儘量沒有答聲 但問題就是… 儘量沒有答聲 我答聲答得很厲害 剛才主持也在… 點評也在說我答聲 不好意思 因為習慣了 閃羹論壇和規矩上 也沒有說不可以答聲 我看了規矩是甚麼 不如完整地… 你問我答,一問一答 這樣總比… 我覺得會更悶 因為自剖的設計 如果整個過程中 是瘋狂答聲 然後是一個奧林匹克鬥慘大賽展 展述過程經驗 奧林匹克鬥慘了,下年先 別笑了,不好意思 我覺得不要緊 不如給我問問題 如果… 隨便… 過去被拘捕的無差別濫捕狀況 是非常嚴重的 打擊記者、濫捕記者 醫護人員被捕 我會問是否連記者 都包括在這些暴力衝突中 絕對不是 香港人是否幸福 無論你和我都會說不幸福 但最大的差別就是… 我強調的是 香港人不在福中更之福 而我想問林匹克鬥的問題就是 當你看到整個權力不被制衡 濫捕的情況持續發生 問題是 為何這個無差別起訴的狀況 是要出現 為何會有我們的香港… 為了一些所謂的民主自由 自己自身民主自由 別人沒有的民主自由 就放棄一切 就是自我摧毀自己現在的情況 我看見很慘,真的很辛苦 我看見很多不同的人跟我說 說得哭了 家人、私連,有些事情… 你會發現林匹是不會回應你的問題 當我問他 打擊記者、打醫護,為何 他就繼續說,也不對題 如果也不對題 就由他繼續霸佔他的空間 有這個無定向自走的狀態 他開心就好,其實沒所謂 觀點一定是大分別的 而且這件事一定是我們倆的身分 一定會說到政治方面 大家都是掌握自己相信的那方面 去說 如果私底下有溝通,我覺得會更好 有些事情我們追求的時候 是否可以平衡一下 是否可以退後想一想,平一停 我知道林鄭姐做得很差 我也經常罵 但是否因為這樣 有些事情我們立即要去到盡 好,回應林鄭的問題 是否要… 玩到破壞了 玩破壞了的是香港 回應林鄭的問題 終於有機會回答你的問題 香港是我們的香港 終於聽到你的個人觀點了 問到是否要把政府弄得破壞了 問到為何香港是否… 我不是說政府 政府隨時可以換 我覺得下屆林鄭也未必可以進行 林鄭有一個問見的黑民派 但有這個觀點是絕對不意外 但問題是…我剛才問的重點是 到底當政府無差別去拘捕和起訴時 這個狀況是否有所重點 我覺得法官是可以判的 我想說攬炒可以有幸福 我抱歉 跟坐牢可以令人生更精彩 一樣可笑、可悲 我告訴你,抽得 不是很搭瘡瘡 對,搭聲很麻煩 我都聽不到這個觀點 我都聽不到這個觀點 兩場二重槍會聽得很辛苦 你們心目中甚麼才叫福呢 有些人說健康是福 有些人說平安是福 有些人說平淡是福 你們訂了甚麼福 似乎你們有些人 可能說到民主法治才是福 但那些其實是相對高層次的福 其實我覺得有否幸福這件事 固然我一開始有說 這是一個關乎於整個社會秩序 是否有民主自由人權法治 你說全世界有哪個地方有福 這是一個不同人 用不同的標準 是自己去判斷 如果剛才林林作為一個 民建聯開明派的定位 她說到林鄭也可以換 政府也可以換 但問題是她沒有指出問題核心 是否有甚麼實質的訴求 是令到這個社會秩序可以有得以調整 或者可以取所謂的撥亂反正 我先插句 對不起 現在有民主有法治 有你所說的理想的地方很多 但全世界有哪個地方 現在是叫有福的 大家都在… 我相信在武漢肺炎的疫情狀況 台灣也應該是她排第二 究竟這個政治制度 是否代表了所有福氣的製造者 還是其實這麼高層次的福呢 剛才說這個世界 阿波說沒有甚麼地方是福地 我們經常說香港是福地 但現在有了這個疫症 就正如當年陶淵明 何處是陶淵 現在是人間無淨土 但你們不是說這些 你說我又被人起底 我又被人跟蹤 我又被人甚麼… 你以偏概全,說你自己的事 然後就去… 這條論題不是這樣的 我覺得… 我聽到一些道理才能聽不到 幸福的終界點 當然取決於個人的觀點 但那不是誰活得更健康的比賽 我們今天上來不是養生 說怎樣安老這些問題 我們是說整個社會的狀況 命制也沒有怎麼說政治 命制也沒有就是你的政府問題 大佬 命制也沒有就是你的… 一民主大國 兩個最大的民主大國 沒命 那就多謝中國 多謝中國病毒 乖 這個不是中國 這個就算你是生產大佬 你是麥西哥 都有可能發生的事 如果你中國江蘇 不是人,你會學不成 怎會搞成這樣 這次看到有一樣東西 首先,大家都是平等的 甚至乎新加坡一開始會覺得 其實你生病才需要去醫院 如果不是的話 大家都不需要戴口罩 當中是一直在延避的一個情況 直至到有疫情 他才說我早就知道是疫情 是否真的說因為這樣那樣 某個國家就一定做得不好 其他人就會影響 你自己可以安排自己的組織 1918年西班牙疫症 死了5100萬人 多過有一次生日大健三倍的人 當年的歐洲 學到東西了沒有 你問這個問題的意思是哪裡 我都不回答 我猜謝偉俊一個 你說不相信 這個制度不是在福 我說香港其實有很多福的地方 不過我們 永遠都找了一杯水 empty的部分 很多東西是有水的 你們不說 今天的變態是 香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 而不是說在上個世紀的時候 在某個國家 有幸福還是沒有幸福 就是那件事是完全無關的 我對我建議很簡單 福就一定是小確幸 大家開開心心 那個人心靈上滿足 當然阿波說的是 Hierarchy of Needs 但他說的是精神上 Hierarchy of Needs上 沒錯的 沒有衝突的 香港本來是一個福地 因為地理上 珠江三國洲海岸 以及政治上有 一國兩制保障 只要你守住 這個地理不需要改 守住這個一國兩制 香港是全世界最有福的地方 你不要理大陸的制度是怎樣 他抓任志強 甚麼甚麼 我們說得很遠色 好嗎 很遠色 很遠色 不要干預他 我們守住這個地方 而且一有這些大的天災人物的時候 最重要 是你林鄭是一個聲稱 獲得中央高度信任的特首 好,你問他拿數據 他要告訴你真話 是一國兩邊的壞處都有 而兩邊的好處慢慢減少 你會否成為這個 因為我希望我的廢老也好 我的人生經歷比你多,黃先生 說這些是沒有用的 如果我的人生經歷比你多 就糟糕了 我知道了 你在律師 你還沒坐牢 我知道了,我在律師旁邊坐牢 我停了一年 中國人的文化 我們家庭的文化就是 比上不足,比下有緣 這就是福氣的一種 是簡單的,做人的智慧 住課師 其實唱了Nope 會發表,不知道該怎麼回事 現在說福氣 根本就… 第一個,印象的答聲 我覺得不太好 第二個,我經常想 那個辯論的話題是甚麼 辯論的話題是香港現在幸福嗎 其實你們設計這個話題的時候 我都看到有一點避開那些 一些細節的政治措施 或者政策的爭論 因為這不是選舉論壇 但他們倆可能是經驗不夠 或者甚麼 就不斷把這個話題拉低 你應該回到那個 歷史的錯心去說 一個先端性的缺陷就是 一個是民建聯 好嗎? 一個是香港眾志 那一埋牙就當然… 已經一開始 我不管甚麼題目 我都是說過那些東西的 你能否想甚麼題目 你都是要咬它 很期待 你都是在你們心目中動動的黑暴 你一定是說這些東西的 所以最初… 無意偏差 之風適應不了,你知道嗎 我有一些失望 大家似乎仍然去了立場 走先的辯論 當然兩位年輕人都很聰明 很聰明女 有很多前途 不過我希望… 既然我們現在鼓勵 但要是言論自由 鼓勵這個是優質的民主辯論 我們希望我們客觀一點、開放一點 旭敏是一個很好的角色 很好看的 不過不要學她的 因為她不是很民主的辯論 她是爆炸性、攻擊性、摧毀性的辯論 總之是邏輯、因果、事實、證據 說的東西清清楚就可以了 可以了 其實三位覺得誰比較優勝 如果這樣比較的話 很難說 即是我剛才說的 我只是閉上眼睛 我不管你甚麼顏色也好 但我覺得能否說實的那個呢 是一個香港的公民 一個民主人似乎會覺得 是跟幸福業扣住一點 她那個比較智能 我當然是選擇之鋒 我很清楚 現在是一比一 好了,你投誰,誰贏了 關鍵一比我 很難找 但我不想有任何標籤的感覺 那是甚麼題目 我用五顏色… 我用五顏色,尤其是眼睛 用法官判 我覺得多一點點數都是淡淡性的 不過現在你們兩個投的 那是… 我不要投… 我覺得很難投 蘭仔交,我真的沒甚麼興趣打 而且…又不是選舉,不要緊 因為你沒有說對定錯,正反 那樣東西不是一個很實的題目 就很難 疫情在香港,暫時舒緩 今天的確診數字再次是單位數 特首就說,今個月24號 民憑市可以開考的乘數非常高 這屆民憑市的考生,可以說多了多難 已經不止一次開考日期要延遲 希望他們這段時間都可以專心預備 而疫情都可以早日穩定下來 今集談到這裡,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